在炎炎夏日裡 時常會發生蛇類闖進民宅的事件 但是在金山區仁愛路的這一戶居民 每到夏天不僅會有蛇爬進他們的家中 而且還不止一次 每一次闖進去的蛇 都是超過一公尺長 就是有劇毒的眼鏡蛇 讓他們是不堪其勞 而民眾懷疑是家門前的這一片草叢 引來許多的蛇類聚集 也向市議員來反映 希望能夠除草別再讓蛇爬進來這裡了 我想炎炎夏日 如果說我們區公所的清潔隊 沒有把我們現有的一個狀況 環境給維護好的情況之下 我想炸草叢生的情況之下 除了叢之外 我們最怕的蛇也會這樣出沒 那這就這附近的居住戶而言 這一兩個月已經發現兩次的眼鏡蛇 那我也建議相關單位 盡速把這樣子的環境給整理好之後 那把這樣子的有路燈的部分 盡量讓它光亮一點明亮一點 那我相信這樣子就可以避免 也可以讓我們民眾呢 免於這樣子的疑慮 在金山區的仁愛路上 這裡並不是在深山或者是偏僻的鄉野 不過卻在這麼多的住宅區內 就有沒整理的草叢 讓蛇類聚集 許多的大樓住戶都得用石灰粉 灑在住家周圍來防止蛇類 而對此區公所則是會來進行除草解決問題 我們除了除草以外 那我們那個光路燈的部分 我們設法來做一個施設 讓民眾在住的安心 不會有蛇的出沒 那像這邊鄰近的 他又已經用石灰防止這個蛇的一個出沒 以保護我們住家的安全 眼前地板上可以看到有許多的石灰粉 這都是附近的住戶 要用來防止爬蟲類進到他們的家中 看來這樣子的問題已經困擾他們許多時間 而每次都要請消防隊來抓蛇相當麻煩 區公所也表示未來會請清潔隊將這裡雜草去除 再來裝設照明用的路燈來避免蛇類觸摸 謝謝許多安逸 金三採訪報導